最近,有部上映的电影《风评很好》,叫《我不是药神》,主角山征大哥一开始是卖印度石油的,因茶阳错卷入一种救命药的印度仿制药代购中,发生了一系列故事,看哭了很多人。 相关讨论已经很多,有病莫要是天灾,有要买不起是人货,今天是大周一早上,小编来补一茶而轻松点的吧,山征大哥一开始卖的那个印度神油,你真的了解吗?一,印度神油靠谱吗?有求必应是不是你的小目标一?这玩意,真的能依图见效? 泰日天表示不服印度神油,已经演化成了男性外用严实用品的范称,在台面上少见,可是在某宝上的销量却很诚实,功效吗?别太当较真,大部分这种产品,相当于表面局部麻醉剂,外用降低丁丁敏感度,延长丁丁战斗力。 但是,过量使用可能因局不感觉丧失,而导致勃起障碍或不射精,也有部分产品,等同于润滑剂或消毒液,根本起不到助性作用,例如成分为醋酸率已定的,长期使用还会造成一些功能,或者气质性的损伤。 2. 现在市面上的印度神油真假难辨,一瓶油里指不定插了什么不明药物成分说成是秘方,为了安全,大家还是算了吧。 2. 下面这些神物效果又如何呢?虎边,木莉,穿山甲,像八棒的,因为其长相或行为,经常被以为能以行不行,不排除这当中确实有部分和生殖健康有一定关系, 但目前严谨的医学研究都否定了它们的壮阳助性作用,关于像八棒,它戳人眼球的不是效果,而是样子,前方高能预警,前方高能预警,总的来说,如果你觉得有效,主要还是安慰剂效应,在于你的心理作用,药理作用真的不明显,是不是好奇了,口口相传的那些神秘春药,到底存不存在? 2. 医学上其实没有春药,只有性药,吃了之后就会浴火焚身,全室外外不少人,其实是把性药当作了春药,这性药,可不是随便都能用的。 1. 失神就不是下了春药吗? 2. 医学界对春药的理解,大多数是狭义的,能化起并增强性欲,影响心智的才算,法国电影《香水》结尾男主角最终研制出的香水,让一群人仿佛身处天堂,像服了春药一样,后面的镜头就不可描述了。 2. 但失神酒的作用机制不是这样,它多半是放了麻醉剂、安眠药或者是换剂,甚至一些刺激性物质,口服会刺激尿道或使阴地充血,过量摄取具有毒性。 3. 针的一喝就倒,看久的度数,里面药物类型剂量以及你的耐受力,一定要小心,医生们认可的,是伟哥等性药,但他们是用来治病的,别动歪脑筋。 2. 性药有哪些,副作用大吗? 3. 性药,一般是面向性功能存在问题的人,服用虚尊医嘱,不得不说,不幸福的患者数量还是挺多的,性药真的帮了大忙。 3. 伟哥,也叫万艾可,有效成分是西蒂纳菲,可治疗薄,其功能障碍异地,对早期效果不大。 4. 喜效机制,不含性激素,主要通过引导血液,流向生殖器,来帮助和维持男性勃起,副作用,可能会有轻度头痛,脸部潮红,消化不良,及格别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色盲。 5. 爱蒂,有效成分是福班色林,提高性欲望的药物,主要治疗女性的机能减退性欲障碍。 5. 喜效机制,伟哥是用来影响血液流动的,但蒲班色林主要作用于大脑中有助于机器性欲的神经逼致,多巴胺和取甲肾上腺素,帮助缓解女性性冷淡,副作用,可能会晕眩和湿睡,尤其是与酒精共同服用的时候。 6. 性激素,你有我有大家有,如果从外部补充,效果因人而异,对于雄激素缺乏的男性异地患者,可以通过补充食衣酸高丸酮来改善女王低下或异地,对于雄激素水平正常的异地患者。 6. 补充食衣酸高丸酮是无效的。 3. 春药不是你想要,想要就能要追求激情。 7. 别靠药你浪一点,它慢一点就好了。 7. 性药使用虚谨慎以下人群,请不要为爱吃狂乱用性药和相关外用药物。 8. 很危险,患有心脏病,高血压,关心病,心脚痛,有中风记录的人,孕妇,哺乳妇女,患有严重肝病或肾脏疾病的人群。 2. 如果小两口平时想买来增添情绪,安全起见,可以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。 总局官网查询性保健品或药品的批号鉴别真假,务必记住,市面上的催行、壮阳药,物一般是外用局部麻醉剂,本身用多了存在健康风险,如果添加了违规药物成分,额外健康风险更是难以评估。 3. 吃春药啪啪啪,不小心怀上了,咋办,孩子能要吗?看情况,遵遗嘱使用伪合等处方药的一般无需担心这个问题,乱用外面卖的所谓春药,客流。 但要密切观察,胎儿情况和金子卵子携带的遗传信息相关,现在还不能排除成分不明确的春药,对此造成的影响,因此需要严格做好孕期检查。 讲了这么多,咱还是要看清现实,比如,首先你要有,声明,图片来源网络,如有侵权,敬请告知作者推荐,男性问题家NED喜欢自健康类文章的关注作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